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中国同有关各方开展密集的沟通 积极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磋商 全力劝和促谈 推动局势降温 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阿拉伯国家 高度评价中方秉持的公正立场 和发挥的负责任大国作用 普遍认为习近平主席倡导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为解决巴以问题指明方向 认为王毅外长提出的 平息巴以冲突的有关主张 具有针对性 赞赏中方为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维护中东和平稳定 发挥的重要作用 中方真诚希望巴勒斯坦问题 在两国方案的基础上 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针对当前巴以冲突升级的形势 中方同广大阿拉伯国家立场高度一致 我们都希望推动尽快停火止战 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甚至失控 我们都反对伤害平民的行为 和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呼吁保护平民 开展人道救援 防止出现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我们都支持两国方案 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 生存权 回归权 认为这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 我们都支持尽快召开 更具权威 更大范围 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 推动巴以尽快恢复和谈 并为此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只要有利于推动对话 实现停火 恢复和平 中方都坚定支持 只要有助于落实两国方案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 全面 公正 持久解决 中方都将尽力而为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 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